明镜与点点栏目 警方侦查困难重重 掩脉的父亲寻找失踪的女孩 等待她的竟是难以接受的恶好 滑稽少女遇害的背后 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真相 迷失的少女 天望栏目即将播出 迅起渐渐来临 在山西省新降县 工人们开始了清理 坟河河岸边的杂草 疏通坟河河道的工作 就在他们正在一条 工坟河下游的排污渠 进行清理时 一位工人惊奇地发现 在渡远处的水渠内 躺着一个奇怪的东西 此时一位民警 正巧路过此地 听过工人的描述后 职业的敏感 让他决定过去一探究竟 我从那边过来 我敲过去在那边看 那边草 那看了看不见 看不见后 我用他这个切敲 把这个草滚 不开后在下面 这个女的徒嘲男 交嘲对 想不到 根本想不到 那一条眼神这样的 我光见那下板 光见下板 没有见那个装板 确认要是人以后 就根本默然 他就跟枪了 发现女士的水渠 在距分合西侧六十米处 进入夏季以来 水渠过近杂草丛生 平日里即便有人从水渠旁经过 也难以看清水渠内的情况 就在那里去 就在那里 就在那里炒过来 那里炒 就是你这破炒的时候发现 那吓跳的时候发现 破炒的时候 他刚刚说的时候 我在那边跳过去 看得出 他怕哪个木头 看不见 看不见 后来没用他贴贴吧 他一过他分哪个 一泡过一泡了 跳过去就在那里发现 就是 你一看这个女的 你一看里面 绝对一个皮肤也白 一是裸体 二是高度腐败 已经看不 只能看出是个女的 其他的再有什么特征 是根本都看不清楚 觉得也是不可思议 勘察人员立即对尸体 进行了打捞 整个现场呢 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 咱不忍睹 山西省新降县 地处于焚河的下游 由于2012年雨水较多 导致焚河水位猛涨 水流湍急 一旦有人失足落水 将有溺水身亡的危险 难道死者是溺水身亡 那么是什么原因 让一个女子来到这个偏僻的河道呢 有着丰富经验的犯案人员 带着疑问 开始对尸体进行观察 很快便发现了疑点 在这个水汽里面突然出现 这个雨水平 其实穿衣服 持身裸体的雨水 干了十几年刑警 这个事还是很少见 它不可能是一个女的 就是咱用它吃腿的 就是咱这本地图画 吃腿的跑到外面 肯定是 这人移动过 就是人在死了以后 移动过 凭我们公安的行政的直觉 我感到是一起 手段十分凶残地 一起凶杀案件 回绕现场 这个发现 就是杀人现场的中心了 不要仔细地进行现场 开场 2012年 是李磊担任 山西省新疆县公安局局长的 第二个年头 眼前的杀人抛尸案件 在李磊认识期间 还是第一次发生 手段残忍 非常的罕见 社会群众呢 十分的关注 公安局呢 更是感到了沉重的压力 那么现在就说第一个 实际是抛尸现场 我们先用抛尸现场来 发现这个事故 要首先呢 要确认识源 因为它这个排污区 咱们从尸体下 开始打牢 打牢 打牢上的呢 很多的这个 污水区的衣物啊 或者是皮带啊 都有打牢上的 但是呢 打牢上的这些物品呢 和这个尸体 有个比对 有什么价值的发现 法医经过仔细查看后发现 死者的面部 遭到了严重的人为破坏 这位警方确认识源 带来了较大的难度 因为他没有面目 没有眼睛 没有衣服 什么辨别身份 就是也没有 整个这个女士 实际上整体的看 没有其他特殊特征 不能判明他的职业 特点 这个红尺 那么这个红尺的质地啊 是用私质的 在对尸体进行进一步的检验时 死者脚踝处 佩戴了一条红色脚链 引起了办案人员的注意 他那个脚踝上面 带了一个中饰品 我看那个中饰品 也不是特别贵 就是一个普通的脚链 就是现在女孩子 带了一个最普通不过的脚链 显然这条普通的脚链 依然无法反映出 受害人的身份信息 在抛尸现场 技术人员也没能发现 更为有价值的线索 如果无法确定试源 要侦破这起杀人抛尸案 将会变得异常艰难 我们冷静地 认真的 细致地 再想一想 我们在整个案件的 侦破过程当中 有哪些地方疏忽了 哪些地方移路了 哪些地方能有新的发展 办案人员对抛尸现场 进行了更加细致的探查 虽然在杂草丛生的沟渠附近 依然没有找到 与案件有关的痕迹 但是这样的现象 却让中央组 对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客人 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通往抛尸地点的道路 较为狭窄 勘察人员没有发现 草丛中有被车轮碾压的痕迹 这说明 犯罪嫌疑人 并没有使用交通工具 而是步行来到此地 进行抛尸 杀害这个女孩的地点 肯定跟这个抛尸的地点 非常近 或者说就在跟前 至少不会太远 杂草比较多 十分有利于尸体的隐秘 十分有利于尸体的隐秘 专案组反复讨论案情 这时一个细节 引起了新疆县公安局局长 李磊的注意 从她这个指甲比较长 那么来判定 这个女孩肯定不是从事 长期从事体力劳动的 而且是一个年轻的女孩 在案发现场周边的几公里范围内 分布着几家KTV娱乐场所 针对受害人脚踝上带有 脚链解肢解教堂的特业 新疆县公安局局长李磊 对受害人的职业 做出了大胆的拍课 他是不是有可能在附近的歌舞厅 从事一些娱乐活动 在娱乐场所从事这种工作 你这个发现 这个是杀人现场为中心了 周围五公里 五到十公里的为半径 进行整个走防波盘 周边的有没有失踪的 有没有报警 那么就恐怕我们刚才能做了 要做 那么这两个 延延夏日 偏僻的坟河岸边 年轻女子惨遭杀害 死者身份难以确定 警方侦查困难重重 年外的父亲苦苦寻找失踪的女儿 蹊跷的手机短信 能否为破案带来传击 迷失的少女 天网漫目正在播出 2012年6月24日 两名疏通河道的工人 在山西省新象县 坟河附近的一套排幕区内 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 幸不得 根本幸不得 那是一条 也是人家的 确认是人家的 根本没人感觉更强 一 二 四 一个 一个 老了 二 二 三 警方通过勘查发现 受害人全身赤裸 面部遭到了严重破坏 由于受害人的身份难以确定 被警方查找失源 带来了较大的担忽 虽然办案人员没有在受害人身上 发现能够证明其身份的线索 但是新疆县公安局局长李磊 根据受害人脚踝上佩戴的脚印 以及受害人指甲较长等特点判断 受害人生前极有可能在娱乐场所工作 围绕发案现场的周边呢 迅速地展开调查 走访 工作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您好 您同样进去有 有失踪了 或者是来上班的 没有 最近有没有成绩过来上班呢 没有没有 也没有 不停按时上班 都是专时上班 对 是吗 来来做什么呢 就是清洁包厢打扫卫生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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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受害人曾在本地生活过的恒星击档 但是几天的排查工作却毫无进展 这样的状况 使专案组的每一位成员都陷入了陈思 这个案子还有点扑朔迷离 因为你连受害人的身份都搞不清楚 我们就做好了长期战斗的准备 能不能迅速破案 能不能快速地把犯罪分子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呢 那么对于我们公安机关呢 我感到有深深的压力 受害人究竟姓慎名谁来自哪里 又是谁会如此残忍地将他杀害 这一个个疑问困扰着每一位办案人员 新疆县公安局局长李磊决定 通过当地媒体发出寻人启示 并且向周边各个县市发出协查通告 调查失踪人员的信息 2012年7月5日下午 一位老人顶着酷鼠急匆匆地来到了新疆县公安局报案 据报案人刘老汉描述 她独自一人从离新疆县不远的合金市来到新疆 是为了调查自己女儿的下落 她的女儿莉莉已经失踪一个多月了 至今毫无音信 据刘老汉描述 她的女儿莉莉今年19岁 曾在合金市的一家饭店当服务员 不是当上脱 confirms 但本地第二 meses 由于家中农村莉莉只有在饭店打工休假期间才会回家 平时都是通过电话与家人保持联系 2012年6月3日 刘老汉像往常一样拨通了女儿的电话 但是却无人接听 转眼一周过去了 女儿的手机依然无人接听 刘老汉带着忐忑的心情来到女儿打工的饭店询问 可饭店老板却说 莉莉在6月2日向她请假 说有急事要回家一趟 6月3日一早便离开了饭店 这个答复让刘老汉感到不安 6月3日 女儿并没有回到家中 6月2日在电话中 女儿也没有向刘老汉说过准备请假回家的想法 女儿究竟去了哪里 经过多方打听 刘老汉终于找到了女儿的好友蓝蓝 蓝蓝的手机中至今还保留着莉莉给她发送的短信 6月2日下午 莉莉发来信息 说明天要去山西新疆县 应聘一份销售员的工作 但是在6月3日的短信中 莉莉却说 自己被带到了新疆县的某KTV KTV老板让她在这里做服务员 她感觉自己上当了 想要回家 之后的几天中 蓝蓝便再也没有收到莉莉发来的短信 刘老汉立刻来到了 女儿短信中所提到的这家KTV 询问女儿的下落 可是KTV的老板却说 莉莉由于不愿意在KTV上班 已经于6月3日的下午离开了 我也是过去查到我 到这个KTV 这样她没有下落 我查不下去了 电话团结 这里她跟我说是我回去了 过去都没句话 炎炎夏日 偏僻的坟河岸边 年轻女子惨遭杀害 死者身份难以确定 警方侦查困难重重 犯罪嫌疑人浮出水面 办案人员千里击凶 警方即将展开的抓捕行动 最终能否成功 迷失的少女 天网漫步正在播出 听过刘老汉的描述后 八个人员顿时感觉到 莉莉的世尊 还有可能跟2012年6月24日 坟河附近发现的无名女尸有关 当天就憋着了 憋着完以后 我感觉就因为有点吓死 下次 我去洗礼子就憋着 有点脱子 无事吧 为了检测 受害人是否是 刘老汉的女儿莉莉 八个人员立即进行了DNA比对 不能说茶不许有20万妙 还有这么个交线性 这个不可能 DNA的检测结果表明 2012年6月24日 出现在盆河下游附近的无名女尸 正是刘老汉年纪19岁的女儿莉莉 突然降临的噩耗 让刘老汉很难承受 在受害人莉莉发给好友蓝莉的短信中 提到自己被骗到了新疆县的一家KTV做服务员 这正巧符合了新疆县公安局局长李磊最初的推断 事不宜迟 莉莉决定立即对这家KTV进行调查 治安大队是主管娱乐成损 所以我们就和治安大队的同志 一起赶到了他说的那个隔天 就去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女孩为什么会在这失踪 据KTV老板刑讨未公说 杀害莉莉的凶手并不是她 而是曾在KTV当服务员的曾某和康某 作案后两人匆忙离开了KTV 由于得知新疆警方正在对莉莉被害案进行调查 并且掌握了大量的证据 犯罪嫌疑人康某主动来到新疆县公安局投案自首 据犯罪嫌疑人康某公署 据犯罪嫌疑人康某公署 曾某自时已经连夜逃亡的北京 山西省新疆县公安局局长李磊决定 亲自带队前往北京对犯罪嫌疑人曾某实施抓捕 犯罪分子作案手段极其残忍 而且在社会影响是十分的巨大 能够亲自带队能够鼓舞士气 增强我们专案组在短时间内抓捕犯罪分子和犯罪嫌疑人的这种信心 到达北京后 新疆警方立即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取得联系 共同对犯罪嫌疑人曾某的行踪 展开调查 虽然已经掌握了大量线索 但是调查工作依然有着较大难度 就相当于大海捞针一样十分的困难 但是呢 凭着我们对这个犯罪分子切而不舍的努力 坚信我们一定能够成功的将犯罪分子抓获 这是被大概犯为有吗 在北京警方的大力配合之下 办案人员终于确定了犯罪嫌疑人曾某落脚的区域 北京市通州区西级镇 并经过进一步秘密调查 确定了犯罪嫌疑人曾某所藏匿的地点 一支队一支队一支队的咱俩的民企在家守护的 是吧 守护的图伯咱们把照片给验认了 一旦要惊动了他了 或者他的朋友的话 再跑到其他地方 那么势必给我们的抓捕工作了 带来相当大的难度 所以说我给专案组的要求呢 就是说力求在最短的时间 尽快地把他抓捕归案 根据他们睡眠保安的情况 也是在这个店里打工 所以基本人肯定就应该在这个店里 马上了对他实施抓捕 抓捕的时候了 由这个财队长付出竞技里的抓捕 宋队长呢 带领这个拍索了 进行办理的配合和策译 是吧 经过严密部署 犯罪嫌疑人曾某被成功抓获 延延下日 偏僻的分合案边 年轻女子惨遭杀害 新疆警方牵连起凶 残暴的凶手落入法房 审讯中 犯罪嫌疑人忏悔内心的丑恶 花旗少女的遇害 揭开了一个网络骗局 迷失的少女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审讯中 犯罪嫌疑人曾某 对杀害19岁少女 莉莉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贵 据曾某公述 2012年6月3日 莉莉从山西省何金市 来到新疆先后 她和莉莉还是第一次见面 那么究竟是怎样的原因 会让她如此残忍地 将莉莉杀害呢 心里心里不知 当时我也不知道 自己弄的咋想的 弄热了 在2012年年初时 莉莉经家人介绍 来到山西省何金市的 一家饭店当服务员 饭店的工资虽然不高 但是饭店离家 只有十几公里的路程 莉莉的父亲 对于这份工作 还是比较放心 工作之余 莉莉经常到饭店附近的 网吧上网 一次偶然的机会 莉莉在网上聊天时 认识了山西省 新疆县的曾某 在一次网上聊天中 莉莉对曾某说 饭店的工作枯燥乏味 挣钱又少 她想找一份挣钱较多 又有发展的工作 这个消息 是正在KTV打工的曾某 看到了一条发财的路子 我在KTV那上班 都是当服务员 然后就有人在那 带别人上班 他跟我说 带你上班 挣钱快 曾某所在的这家KTV 刚刚开业不久 急需一些年轻女性 来做酒水推销员 KTV老板宣布 如果有谁 能够介绍一些年轻女孩 来做酒水推销员的工作 将会从收益中抽出一部分 作为奖金 发给介绍人 一小时五十 老板抽十块钱 然后就是 上下的就是四十块钱 然后上下的就全有我的 由于担心莉莉 不用于从事酒水推销员的工作 曾某便谎称 自己的朋友开了一家化妆品店 正在招聘化妆品销售员 并答应能够给她丰厚的待遇 我就给她女儿简单说 我说一个月给她三千块钱 她说她愿意 2012年6月3日 莉莉向饭店老板请假 正要回家一趟 她怀着对新工作的美好期望 一大早便坐车来到了新疆县 见到了能够给她介绍工作的网友 曾某 6月3日下午 曾某便把莉莉带到了自己工作的KTV KTV里的灯红酒绿 是年纪19岁 并且第一次离开家乡的莉莉 感到极度不安 她此刻才明白自己上当了 并向曾某提出来 想要立刻回家的想法 她就说她不愿意 然后我就一直给她说好话 她就不愿意带 为了避免在KTV里发生争执 曾某叫上了同事康某 将莉莉带到了离KTV不远的 坟河河岸附近 企图以暴力威胁的方式 让莉莉接受这份酒水推销员的工作 当时她跟我说那个 就是说蔡亚把那女孩给杀了 我以为她是开玩笑的 出乎意料的是 几句劝说之后 莉莉依然不从 曾某便开始对莉莉大打出手 莉莉遭到毒打 大喊救命 恼羞成怒的曾某将莉莉杀害 出手阿姨对不起 我不敢跟我那朋友杀了你们的女儿 也不知道当个脑子乱乱的 就把她没死 看到莉莉已经死亡 不知所措的曾某和康某 匆忙返回KTV 将莉莉死亡的消息 告诉了老板 邢陶魏 令人感到不解的是 邢陶魏不但没有报案 反而带领曾康二人 回到案发现场 毁容灭尽 企图逃避警方的打击 警方的打击 警方在到底什么时候告诉你 晚上啥 警方在到底什么时候告诉你晚上啥 警方在到底什么时候告诉你晚上啥 警方在到底应该是登顶晚上啥 上天啊 在哪儿端 就对我出生了 我当时警方说我 我没报过完 我没报完 你把我杀了都行 现在立体咱们把我杀了都行 我觉得这次实验到 迷不不了 我只能信念 所对不起的父母 我们的父母 要想为孩子好 还是必须要对孩子严加管教 严格的监控 密切的关注孩子的成长 历历年迈的父亲 经过一个月的苦苦寻找 得到的却是令全家人无法接受的信实 还不得到的却是令全家人无法接受的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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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无法接受的是令全家人无法接受的信实 这些人无法接受的信实 还不得到的却是令全家人无法接受的信实 这些人无法接受的信实 那些人无法接受的信实 但是不得到的却是令全家人无法接受的信实 这就是管理的主义 这就是处的客人 这个这个医院 我们正是住的书室 这个人无法接受的我 这就是宿舍的 现在已经是什么宿舍了 现在已经是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这都是宿舍吗 对 这都是宿舍 他们一般的几个人会住在这里 一般都是 三个人一个屋子 KTV的老板 邢陶魏曾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这架KTV 几乎花光了他多年的积蓄 面对这样的结局 邢陶魏的心中留下的 只有悔恨 跟你说吧 我怕我出租的时候 舍不得吃舍不得 刚刚到现在 我也舍不得吃舍不得 你问一下我喜欢 吃什么我都舍不得 觉得这样 出来吃碗面 我根本不得别的东西 好不容易 为他们觉得朋友毁于的 家也散 什么都没了 虽然三名犯罪嫌疑人 已经落入法网 但是负责侦探此案的 山西省新疆县公安局的 每一位民警心中 都感到无比沉重 对于这个梦事 不管是介绍职业的 介绍什么的 大家尤其是年轻的女性 不要轻易地去信心 网络跟现实在 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这是手下有明确的 解决网络世界跟现实世界 就是分清这个是非 那个网络这个东西 确实来得快 你比如总是 献献天上会掉下馅儿饼 那么天上那个馅儿饼 说明里面有毒药 如果说当时呢 受害人能够理智地 理性地对待网络扣扣 能够就是说 比较这个 加以分析和间别的话 我觉得消息呢 不会就不会有这种 这个悲剧的发生 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 如何正确地 鉴别网络信息 保护自身安全 将成为每一个人 值得去思考的问题